当播NBA篮球快逊 星期四早早 NBA季后赛继续有好戏上演 其中速龙将回思主场 展开同七六人系列赛的G3较量 七六人已经连赢两场 优势颇为明显 而且他们赛季至今整体演出略胜速龙一筹 再加上速龙攻防两端表现并不稳定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今仗都是更加看好实力和状态兼备的七六人 再下一成 另外音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速龙今季常规赛表现算是过得去 他们在常规赛当中录得48胜34负 胜率达到58.5% 最终以东岸第五名的身份直接晋级季后赛 但需要留意的是 速龙在进攻端方面的表现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要知道 他们常规赛 军场只能够攻入109.4分 攻击力只排在联盟第20位 而军场助攻次数只有22.1次 更加排在联盟到数第二 这样的进攻端表现 恐怕令速龙没办法在季后赛走得更远 在季后赛第一圈同76人的系列赛当中 速龙作客连输两场 期间军场只能够得到104分 而军场失分就达到121.5分 攻防表现相当令人失望 可见球队完全被对手压制 斯瓦金和阿努诺比两元大将明显是速龙 现在最为值得倚仗的人 因为他们在系列赛前两场都能够得分20加 但无奈身边的队友发挥欠缺稳定性 而且未能够有效限制对手的进攻 球队最终都是以0比2落后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算上常规赛在内 速龙近期已经惨遭一波三连败 期间两度得分低于100分 球队目前明显不在状态 这次回思主场再战来势匈匈匈的76人 速龙都是不宜高估 76人在常规赛当中录得51胜31负的不错战绩 胜率超过六成 最终以东岸第四名晋级季后赛 手握主场优势 76人在季后赛当中的对手是速龙 结果76人连续两场主场取胜 手握两场优势 球员在心理方面明显占优 尤其不错的是 76人震忠将士迅速进入季后赛模式 祖尔艾比迪和杜比亚斯下李氏 两名猛将军场能够联手贡献48分和21个男板 堪称攻守区阶 下登军场就能够交出18分和10次助攻的双十成绩单 最为令人惊喜的莫过于泰里斯密斯 这名21岁小将系列赛 前两场军场豪取30.5分之余还有6 5个男板同5次助攻进赛 好像为季后赛而心一样 而且人强马撞的76人 确实令球迷看到希望 他们的前景备受期待 虽然这次需要作客出战 但对于76人的影响并不大 因为他们赛季至今作客胜率超过6.5 球队客战能力值得信赖 再者 如果计上常规赛 76人现在已经豪取一波四连胜 期间两度得分130加 这样的火力足以令对手为之忌惮 中上所述 76人这次出征有望再错速农 阵容方面 中锋查理斯巴锡和前锋 M直播是澳门球迷必备的应用程式